西藏是蒙古汉国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,不是元朝也不是清朝,1244年,西藏各教派攻推萨迦班之达,作为西藏各教派的代表,从后藏不远千里来到梁州商谈西藏归属问题,此时的萨迦班之达深知,从土藩帝国瓦解后的青藏高原,已经持续了400多年的分裂割据,根本就武力对抗日益强大的蒙古汉国。 再加上萨迦班之达对蒙古在西夏以及金国等地区,实时的大屠杀等早有耳闻,所以萨迦班之达为了西藏的前途,决定归赴蒙古,1247年,萨迦班之达和蒙古宗王阔端,在两州举行会晤,二人就西藏归属蒙古等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。 会谈后,产生了萨迦班之达至凡人书,这一历史性文件,萨迦班之达至凡人书,一出位,藏之僧人,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,无不欢欣鼓舞。 扩端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,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。 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后,后世将这一成果继续巩固,并取得了重大成果。 1271年,忽必烈建立元朝,而在其建立元朝前,就对西藏开始了有效治理。 具体表现为,实施帝师制度、宣圣院制度和政教合议制度,其中,帝师制度是指忽必烈委任土藩萨迦派的巴斯巴拉玛为帝师。 这一制度在其后的元朝皇帝身上得到了继承,密切了元朝和西藏的关系。 1264年,他建立总治愿,管理土藩事务,并监督政府与僧人之间的关系。 巴斯巴拉玛成了这个新机构的总领。 1288年,总治愿改称宣政院,管理清藏高原玄境。 另外,通过对藏传佛教的扶持,忽必烈开始接受佛教,元朝开始走向政教合一。 忽必烈得到了西藏宗教界的忠心拥护,元朝对西藏的统治更加深入。 忽必烈时期,在清藏地区进行人口普查,建立战事系统,为清藏地区设计了一个税收体系和兵役体系。 并且在西藏驻军和派驻官员,可以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是有效而深刻的。 明朝驱逐元朝后,继承了对西藏的统治权。 但很遗憾,明朝没有对西藏进行实质上的统治。 朱元朝时期,在西藏地区设置了乌斯藏兜斯,以及朵干都斯统治西藏地区,下设宣威斯、昭涛斯、万户府、千户等一系列机构,还通过封西藏宗教领袖的形式,笼络西藏上层人士。 但是,明朝所设立的一系列职位,授予对象都是西藏本地人。 明朝自始自终没有在西藏驻军,这意味着西藏自始至终,都只是名义上臣服于明朝。 明朝并没有实际统治西藏。 1716年,准嘎尔部首领策望阿拉布坦生,以保护西藏皇教的名义,派遣大策林敦多部率6000人,自新疆南下进攻西藏。 很快占领拉萨、和朔特部首领拉藏汉战死。 接到情报的康熙皇帝随即派出军队进入西藏,但很快遭遇败绩。 1718年,康熙派皇十四子,印时带兵进藏,于1722年成功驱逐准杆尔,收复西藏。 清朝收复西藏后,采取收民心、派驻军、改制度等多种形式,恢复了达赖和班禅制度,确立了清朝对西藏的统治。 1724年,雍正皇帝收复青海。 1727年,清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,标志着清朝在西藏统治的加强。 1792年,乾隆皇帝在西藏设置金平撤迁制度,西藏的统治和管理更加完善。 1792年,清军反击库尔卡入侵,维护了西藏的领土篮盛。 1792年,清朝在西藏设置。